會這麼氣憤 是因為今年初 衛福部寄出護理師夜班獎勵金 且三班護病筆新制 更是在今年3月正式上路 看似優化護理師工作的勞動環境 卻無法改善國內護理師的 實質照護現況 因此醫護團體指出 三班護病筆的計算公式 出了問題 羅運生指出 平均護病筆與現實不合 像是病房可能納入VIP病房 且通報時 只要提供前一個月的人力平均數 而人力當中 可能也包含了行政職的護理人員 這樣可能會造成 護病筆失真的狀況 對此有計程護理師現身說法 指出護病筆機制與現實 出現裏差 病床的空床率比較高 那但是當天入院的人數又很多 那這樣是不是其實就是低估了當天呢 一位護理師他會照顧的病人數 其實是被低估的 區域醫院層級的護理師表示 夜班護病比更高達 1比6到9 除了護病比均後數字失真以外 還有現醫院明明能力缺乏 要求護理師常態連續排班12個小時 然後或者是進行施放特休 面對種種困境護理師也無奈表示 工作環境條件未改善 可能會造成護理師出現失落感 及倦怠感 有研究發現 高護病比的護理師 多增加一位病人 多增加照顧一位病人 病人的死亡率就會增加7% 還有工作倦怠都會持續上升 進而會影響到病人的照護品 現在採取的護病比是月申報 它沒有辦法反映出即時每日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護理的人力監測指標才越年結算 年結算這樣層層失真扭曲的數據 請問一下要如何讓心血願意投入到臨床 擔心心血不願意進入護理工作 因此民團提出四大訴求 要求獨立計算每一間病房的三班護病比 並建置即時通報系統 最重要的是要強制實施 並且納入罰則 才能改善國內護理師勞動條件 提供優質的照護品質 尤其新聞趕走馬曜 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 結構 這個 尤其是